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80》 今天请来两位嘉宾 首先有新桥服务中心的行政主任陈浩元 George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经常见到他 另外一位请来一位税务律师David Starkweather 是我们的David 是一位税务律师 你好David 你好 不如David用中文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懂得讲讲讲讲讲讲 懂得讲小小中文 欢迎来我们的节目 其实David是一个税务律师 今天会讲讲一些关于税务和身份导用的问题 其实今天请George上来 我知道你们7月服务中心有不同的计划 其中一个计划是可以帮助一些身份导用者 被导用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现在身边有些朋友都说 不提又至可提起 有人拿了我的社交保障号码 即公开号码 去报税 不知为什么会计师突然 会计师告诉我 有人用你的公开号码报税 说有做了工作赚了多少钱 或者拿了一些公开号码 拿了一些身份的资料 拿了另外一些福利等等 其实很严重 原来疫情之后就更加多 疫情期间 还有之后都仍然还有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这个问题 其实George 为什么新桥服务中心可以帮到这些受害人士呢 我们新桥其实是在暂色的服务 就在华埠服务大家 我们其中一个计划就叫做LITC Low Income Taxpayer Clinic 就是一个低收入的税务咨询所 这个计划就是政府撥款 就是联邦政府 IOS税务局撥款给我们 希望我们的社区组织 就请一些税务上面的专业人士 例如我是税务师 税务律师David 为一些低收入民众 解决他们税务上面的问题 而在疫情期间 我们发觉到不少朋友 其实都受到这个身份盗用的影响 导致到刚才朱子池那样说 就是说他退税被人拿了 就算是当时疫情的纾困金 都被人偷埋 纾困就是直接被人拿了 如果这样也挺麻烦的 其实真的 因为你知道被人盗用了身份 你最惨是你首先都不知道 能否找到那个人是谁 还有你又要加一轮手组 才可以拿回应得的东西 没错 其实有些朋友 可能都不太看电视或不太留意新闻 他可能在等待那张退税支票 等了很久都收不到 但一不查都不知道 原来已经被人拿了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一会我们都会教大家 预防不容易被人的身份盗用 以及有一些个案分享 大家一会可以听听 其实刚才你提到LITC是什么的一个计划 中文我们翻译为低收入的税务咨询所 就有主要两大成分 第一个成分就是咨询 如果大家有些税务的信件 可能税谷几封信给你们不懂 或者有些问题可能税局说你欠税 或者你有些其他税务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 就可以来到我们新潮去帮你 除了报税之外 我们其实可以帮你处置这些问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教育 好像今天很高兴 上来跟大家讲一讲 你应该纳税人是有什么权利的 或者你身份被人盗用又如何处理 或者是一些情况 因为身份盗用而蒙失的损失 又有没有处理它 我们就是一个教育的两个部份 这个问题 我知道David就是税务的一个律师 David 你又怎样可以帮到这些受害者 那其实都是挺复杂的 除此之外因为有税务律师在场 我们有时候有些朋友需要上税务法庭 这个律师就可以代表 尤其是英文不是很流通 或者税务上不是很熟悉的 他们的纳税人 这个律师也可以代表 我们的纳税人上税务法庭 所以你也需要去判斥吗 是很常的吗 可能10次每年 10次每年 好的 那些是否多数都帮到他们 我们可以拿回一些东西 或者是捉到那些 就是导用新闻的人 一般来说 因为通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上法庭 因为上法庭就需要纳税人的钱 所以上法庭理论上 都是有足够的证据 或者是我们有足够的争论点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帮到纳税人 尤其是很多时候 其实可能纳税人真的 是新闻避免动用地说 你上到法庭举出你的证据 如果你不上法庭可能说出你的证据 即是你的申诉 所以上到税务法庭 多多少少是可以帮到纳税人 未必是说我本来欠五万税 可能未必全部都可以免费 但都可能会打得掉部分 不应该欠的税务款項 我想知道刚才你说过LITC 是一个人在罗统组训吗 是罗统组训证的罗组训证吗 是罗统组训证吗 罗统组训证的罗组训证吗 是只有罗统组训证吗 我们帮助人们从整个罗组训证 甚至他们从外面外的罗组训证 甚至少人从外面外的罗组训证 反正的罗组训证 但罗统组训证 是法组训证的公司 其实质疏的罗组训证 到所有的地方他們掌握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客戶 遠遠的位置 所以這是整個北部 我們有利益限制 叫做90-10利益限制 我們使用10%的客戶 可以外出的利益規定 但其餘下90% 必須在或是250% 的市民的貧困 在家庭的尺寸 George 那個規定 貧困的家庭是多少錢 知不知道大概 因為我們住在灣區 我們那個叫做低收入的標準 亦都跟其他城市有不同 但一般來說 可能我們都用聯邦的標準 可能四人家庭大概六七萬左右 但在灣區 我們剛才律師所說 我們是有著情權的 因為四至六萬 四人家庭六萬 六萬左右 也有可能在灣區 根本就生活得不太好 但我們這個人是有著情權的 大家知道那個貧困 但還是打電話 到時我們會說 如何聯絡到你們 最好直接問你們 這個時間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就會講講一個個案 一個例子 我們講了這麼久 是身份盜用 有些人可能都未知道 或未聽過 如何被人身份盜用法 最近流行什麼身份盜用的個案 待會回來再聊 繼續回來由安樂居呈現的 《北老八十》 今天請來新僑服務中心的行政主任 陳浩元George 以及他們的稅務律師 David Stadweiler 跟我們聊天 多謝你David 多謝George 繼續 當然我們經常聽說身份盜用 以前很多人一說身份盜用 可能就是說 你的身份被人盜用了 譬如你的社交安全號碼 你的資料 拿來開信用卡 用信用卡 用了買了很多東西 現在身份盜用可能又有些不同 David,可否分享一些事件 關於這個情況 我們有一個事件 一年輕人的婚姻 進來 他們提出了2020年 提供的貸款 但是他們所提供的 還未來的 他們還沒收到 他們沒有收到 裁券 提供的 2021年 與你那樣 我們可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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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check, which is called the EIP, had already been sent out, someone already got it, and so, then we had to file a Form 14039, which is an identity theft affidavit to claim that their identity had been stolen, and we filled out the information, we communicated with the IRS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eir 2020 return had not actually Notice that they had actually been processed. Or actually, it had been processed, but they had not actually filed it. It had been someone else who had filed it, so that that person's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 had been on the return, so that when the EIP payments were issued, they were issued to that person rather than the elderly couple who we were helping. So after we found that out, the IRS was able to trace the payment to an account. ok um and then that account was an account that the couple had never actually they didn't know the bank they didn't know the bank account and um this issue had gone on so the irs finally after two years issued a letter that confirmed that their identity had been stolen after two years two years um and actually now the waiting time is uh 760 days i believe uh on id theft um affidavits okay uh and then they uh they issue a pin so after an identity theft you actually have to file a paper return with a pin number on it that uh confirms your identity uh so that you're able to file so every year you'll get a new pin irs will issue that to you so eventually the the couple did get the eip payment because i after after two years after well they got the payment and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more or more than okay okay but they got the they got confirmed identity theft after two years and then they actually got the refund a little bit after that uh uh well the eip payments and also every uh single year they have a new pin number that's right yeah every year a new pin number okay okay like just like this the case like george you just is one of the others to help that's okay yeah exactly okay so Whitma a holla let's do match with the you don't have to be the two things we do all right so thank you guys let's see Rogo so most of all of these ten years Let's say today we want to hear a David hey he took a haunted idea it confused yes we want to think, and without any kind of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case David was really a complex thing with davis 真的證實了有第三方,是拿了那個錢,進入了別人的第三方的戶口 所以需要調查的時間,雖然大家聽到好像兩年好像很長 但真的沒辦法,有時候要追查,要拿回去,要再發出來 真的需要兩年以上的時間 接著每一年這對夫婦去報稅的時候,就要用那個PIN號 是的,也是一個保障的方法,這個叫IPPIN 保障了這兩夫婦,以後報稅的時候必須有一個密碼,即是我們編證密碼 報稅的時候一定有一個密碼,才證明你是本人 才可以收你報稅的稅表 因為很多老人家正在做工,他亦可能有退稅 所以從這一年之後,每一年報稅都叫做保障了 很難再有第三方的人,可以強行去偷他的退稅,或者申報他的稅表 其實好像剛才那個案件,最後能否拘捕到那個人呢 很可惜,因為我們始終都是在稅務律師上的 我們並沒有犯法上,我們就沒有資格去查 所以到最後,這些案件一般交給其他部門做調查 就算稅局也有一個調查部門 他的調查結果未必會跟我們說,他最多證實了你是身份盜用的受害者 給你一個密碼報稅,你欠了錢,他還給你 然後他其實都很少交代,是否拘捕到別人給你聽 其實有沒有一些,譬如電視機給觀眾 我們怎樣知道,別人有沒有盜用了我們的身份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因為剛才那兩個夫婦,為何那麼遲才會出來問那個人呢 因為他一路都可能沒有檢查自己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可能銀行的月結單 如果你無端看到,銀行會開一張貨幣卡 或者你是無緣地收到貨幣卡,寄給你一張新卡 或者有一支新的証書 那你其實可能已經被人身份盜用了 第二,可能是你這兩個夫婦沒有查他 三個信用機構內的信用報告 如果他查到信用報告,你發 � 別發現,我明明沒有這個戶口 那為甚麼會有戶口在我的信用報告上面呢 其實如果當日查了,有可能已經發現,為何有人拿了我的公卡 然後開了戶口,來收了那個紓困金的1400元 可能就是這個第二情況 第三情況,可能他沒有看到自己的信箱 因為有時候可能有些信被人偷了 結果你又可以知道你的名字 甚至你公卡了最後四個數字 不法的匪徒,憑這兩個訊息就已經查到你全盤的資料 但你說查那個信用就要查,待會我們也會講講,是關於哪三大間的信用公司 但譬如現在的銀行,自己的銀行,都會有一些可以幫你自己查你自己的信用報告 那些又有沒有用呢? 我理解我自己用的銀行,一般來說都是連結到剛才我們所說的三大信用機構 所以其實看那個報告都可能有用 是會有用的,因為它最後都應該是連結到那三大信用機構的公司 好,這個時間我們休息一下,一會兒回來就會講講 如果身份真的被人盜用了,究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以及如何預防身份被盜用的五個提示 一會兒快著經 好,繼續回來就是由安樂居呈現的《北老80》 剛才我們說過,有些個案有些個案,有些個案 都是一些真實的個案來的 其實有些糧食券,剛才我們沒有說,可否看看糧食券方面有什麼呢? 好,我們新橋除了報稅、稅務上的問題之外 我們都有申請糧食券的服務 或者申請完糧食券,你要聯審或者有問題 我們都有專員負責 其實疫情差不多完結之後 可以說是二二年、二三年,甚至乎是二四年 我們一直都聽到一些糧食券申請的朋友都發覺 他的糧食券,要是錢少了,要是完全沒有錢 然後我們就幫他打到糧食局上查一查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明明每個月都有幾百元,為什麼突然沒有錢? 一查的時候就發現到他的卡,曾經在第二個城市用了 譬如他住在三環市,但可能在南三環市,諸如此類的地方 或者是更加遠的地方,就是被別人用了卡 但這群長者根本就沒有車,很難去到其他城市 所以一查就知道被別人的身份盜用了 其實長者和年輕人是特別容易被別人的身份盜用的 因為有些十多歲,他們剛開始可以工作的年齡 那些身份盜用也很容易,還有另外的長者 因為這兩個年齡,他們都很少檢查自己的資料等等 除此之,我想補充一句,長者更深 我們發覺有些朋友問他,為什麼你的卡和密碼被人偷了 就算你的卡號被人偷了,你的密碼被人偷了,照計也不容易 原來他們告訴我們,我按機,即是買東西的時候 按那個密碼,我按不到眼,不太清楚 就叫了,不如你幫我按吧,收銀員 大大聲聲說,我的密碼是12345,後面的排隊全都聽到了 所以這樣就洩漏了 所以有時候有些地方,他大大聲聲問你 你的地址是什麼,你的電話號碼是什麼 有時候有些私隱的事,做服務式行業真的不要那麼大聲問 你可以叫他寫在一張紙上,怎樣也好 亦都理解,那些長者可能會聽得不好看,看得不好看 所以大聲一點 我相信今集之後,很多人都會找David 很多人都會在這段時間尋找你 所以可能他們會叫你問貸貸問題 但你只能幫助這個項目,LITC 對,我只能幫助人在LITC,我來幫助貸貸幫助 所以有些公司想報稅,找David他幫不了你 他就是幫LITC低收入的稅務資訊 另外還有小時間,我想和George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如果真的有人的身份被人盜用了 究竟他們可以做什麼呢? 首先如果你發覺真的被人盜用了,那麼不幸運 其實有三件事立刻需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剛才說過三大信用公司 你就跟他們說,我懷疑我的身份被人盜用了 我現在的戶口是不妥的 就跟他們說,甚至乎如果已經有蒙受的損失 譬如貸貸已經借了錢 就叫那三間信用公司立刻取消交易紀錄 第二個步驟就是你的銀行,如果譬如你某某銀行沒有開過戶口 沒有開過信用卡 你就跟他們說,這些戶口不屬於我的 有時不要以為我開了戶口,裡面有人存了錢 以為很有趣,其實不是的 有人可能只來洗黑錢都可以 第三件事,就跟聯邦交易局即FTC申報 就是剛才的情況,如果有人利用你的戶口身份 去做一些非法的交易 你就匯報了給他們聽 起碼以後,就算查可能有些恐怖活動 或者非法資金,就可以免責 剛才你說要向三大信用公司申報 大家看到三大信用公司 但當然,如果在電視旁邊有些觀眾 不懂怎樣去做的 那些長者,是不是可以找你們幫忙? 是的,算是約了 或者我們幫他們看看怎樣做法 如果在稅務上,David就直接可以 剛才像個案件一樣,跟你申報給稅局 除了你三大信用機構有保障之外 稅局也可以去停 如果做了剛才你所說的三件事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OK了? 總之,每一年可能會檢查自己的信用公司 看有沒有不尋常的戶口等等 是不是已經不用擔心了? 尤其是原理上,我覺得是 原理上是 因為他隔離了 隔離了 你應該都很難偷 因為其實意思就是 你報了那三大信用公司 那些人想去開信用卡的話 那些人是 那些銀行或者那些機構 是查不到你的信用 所以就開不了戶口 應該這麼說 那三大信用公司有一個服務 叫做Credit Freeze 即將你的信用凍結 凍結了 就算你自己本人 想開一個信用卡 開一個戶口 都開不了 那要開就要打電話 或者聯絡那三大信用公司 麻煩你 unlock unlock 大家要知道 所以其實都頗保障 好了,最後我想你講講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預防 被人盜用我們的身份 給我們五個提示 好,在這裏借個機會跟大家講講 第一個提示大家都應該知道 但是溫故知新 就是不要亂聽陌生人的電話 打覆他的手機短訊 開他的電話 諸如此類的 這件事其實原來是很普遍的 可能最近你都留意到 有些短訊說 Hello,你好 有什麼事回覆我 或者有條連結傳給你 甚至乎有些電話說 我是某某公司,你的Payment 過不了數 你現在按下去立刻改回 全部都是債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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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記住不要跟別人分享你的銀行戶口 公卡號碼 出色日期 其實公卡和出色日期 我們經過一些經驗 都知道有些不法匪徒 有公卡最後四個數字 出色日期就已經足夠開這個信用戶口 所以千萬不要分享以上的內容給其他人 第三件事就是 記住檢查你的郵件 有些人現在 其實我們聽到唐人佛很多情況都說 被人爆了信箱 拿你的郵件做什麼 可能都是垃圾碎來的 但是不是的 拿了你的名字 拿了你可能有些資料 其實就已經查到你神父的資料 在這裡 記住檢查你的郵件 如果記住你要去旅行 或者什麼的時候 可能都檢查一下信箱 或者叫別人保持住 不要派信 或者寄到你的郵局 你自己去郵局拿也可以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就是 記住看你的銀行的月結單 有時候那些人可能 現在叫Online Banking 全部都不看 結果可能 我的Credit Card 被人聯繫了這麼多錢 到了我看已經60日之後 查到 可能銀行的保障已經過了 所以記住每個月都看你的月結單 最後一樣 記住處理你的公卡 或者身份證 那時候要代好它 不要經常說 代一個人包就代了公卡 身份證 諸如此類 最近我們看到朋友 就很喜歡拍照 拍完照就把你的公卡 ID拍照 可以的 但是記住你的手機 不要不見了 甚至乎 你不要上載的雲 可能叫做雲端 如果你的雲端被黑客 就叫做黑了進去 你就全部公卡 ID出生紙 結婚證明書 全部被人看了 那就很麻煩了 謝謝George 大家記住這些提示 今天就多謝新僑服務中心行政主任 George和David 我們的稅務律師上來和我們見解 多謝你倆 謝謝你 今天多謝兩位嘉賓 上來講身份盜用的問題 其實 真是可大可小 你身份被盜用之後 當然 可以說是一個很長遠的問題 但怎樣也好 大家都要照剛才他們教 怎樣做 怎樣防止預防等等 其實真的好像我們安樂居一樣 裡面也有一些不同的部門 去幫助我們的長者 其中一個部門就是社工服務 其實社工服務的好處就是 可以帶很多 好像剛才那些訊息 讓一些長者不會那麼容易被授騙 又或者給一些最新的資訊給他們 又或者是他們有些長者有什麼問題 社工可以解答 好像剛才說 原來為什麼我的戶口 會多開了一張credit card 如果說真的 有些長者真的不知道問誰 在安樂居裡面 社工方面也可以幫助到這一方面 讓他們知道究竟有什麼正確的資料 或者正確的做法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